这条狗狗在游艇上玩耍时像是发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朝着海面上不停地狂吠 但男人并没有放在心上 只是简单地巡视了一圈便带着狗狗离开 可他们前脚刚走 海面上就出现三条人形怪物 殊不知这三个东西将会给小镇带来灾火 几分钟后他们来到一处隐蔽的海 刚脱离海水就开始变身 而且这是极其痛苦的过程 伴随着一声声尖叫 身上的鳞片慢慢拖落 鱼尾退去后则变成双脚 几秒钟的时间 他们就幻化成人类的形态 他们就是传说中的美人鱼 而除了可以随意幻化身体外 他们还具备人类的高智商 深知这样光着身子走到街上一定会暴露 于是将主意打到几个渔民的身上 看着他们光着身子男人有点懵 但这样曼妙的风景谁都想多看几眼 可没想到女人直接拉住了男人的衣领 而另外两人的眼神也突然变得凶狠 不过他们暂时还没有伤人 只是夺了他们的衣服 成功地混进了人类的世界 第一站就是海伦的古董店 他们刚一走进来 海伦就闻到了危险的气息 多娜来的目的就是向海伦打听妹妹的下方 准备将她带回海洋 可另外两个同伴看上去并不是那么紧的 眼看着海伦不想说 男人直接将海伦顶到墙上 虽然没有伤害她 可海伦也受到不小的惊吓 双手止不住地颤抖 接着打电话通知尼克保护好瑞安 可没想到两人刚回到海洋中心 多娜已经带人在这里等候他们多时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瑞安只好低下头选择主动跟着姐姐回去 但另外两个同伴这个时候突然变了 原来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杀掉瑞安 就连多娜也被蒙在鼓里 想要阻止可她也不是人家的对手 情急之下尼克操起一桶海水 直接扬了上去 或使他们的身体向着人鱼的本体转断 趁着见性尼克赶紧带着两姐妹逃走 事情之后多娜十分地自责 她只是单纯地想将妹妹带回海洋 不曾想族人竟然想杀了妹妹 而尼克也很疑惑 为什么他们种族之内会互相残杀 瑞安解释说 因为自己在人类世界待得太久了 族人不想曾经的惨剧再次重演 原来在很久以前 他们人鱼一族中 曾有一位祖先爱上了一个人类 还生了一个女孩 但令人遗憾的是 这个孩子不太正常 从体型上看是介于人鱼和人类的共生体 男人将他是做怪物残忍的将其杀害 在失去孩子后 他们的祖先彻底对男人失望 选择回归了海洋 但他也没有想到 那个男人是个天生的坏主 竟然带着无数名手下 开始残杀美人鱼 如今他们单纯地以为 杀了瑞安就会永绝后患 这段血腥的历史 尼克曾经听海伦讲 此时的尼克隐约地感觉到 瑞安提到的那个男人 就是自己的祖先 事情虽然已经搞清楚 可如今该如何保护瑞安 成了最大的困难 毕竟那两条人鱼 是他们一族中真正的战士 远比瑞安和多纳更加强大 一旦动起手来 还真的没人能够阻挡 而被他们扒光衣服的 三个渔民已经来到警局报案 听到他们的描述 警长和丽莎也猜到 这三个人就是美人鱼所化 为了防止他们破坏自己的小镇 警长不顾丽莎的阻拦前去抓捕 为了躲避人鱼的追杀 尼克只好带着两姐妹 躲在家中不敢出去 可这时却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这可把尼克吓坏了 拿起一根棍子就准备和人鱼硬钢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近来的人却是胡子男 他身上还背着一把枪 当看到多纳后立马遍临 举枪对准他逼问 杀他父亲的那条人鱼的下方 瑞安急忙解释说 他们两姐妹也在被他们追杀 而躲避追杀的最好办法 就是先杀了对方 一听瑞安要杀自己的族人尼克有点懵 但到这个地步也别误他 此时的警长正在到处寻找人鱼的下方 在转过一个弯道后 前方出现了两个嫌疑人 看着他们凶神恶煞的样子 警长也被下个够呛不敢下车 悄悄地拿起无线电呼叫救援 可还没等他话说完 人鱼已经感受到了威胁 一个大跳直接上了他的车等 借着一拳轰开他的侧窗 幸好警长应变能力强 趁对方不注意直接掏出一把枪 叮当两声就将女人吓走 接着警长开车直接追向另外一个男人 然后猛打方向盘将其撞 可就在他将人鱼押回警局的路上 却发生了意外 男人醒来后突然暴露 用头不停地撞击着铁网 直接迫使车辆失控撞向路边 而警长也因为这次撞击不幸受伤 男人也不见了踪影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瑞安也发现了女人鱼的踪迹 先是一声嚎叫吸引对方 尼克等人则在不远处埋伏准备将其击杀 可就在胡子男准备开枪的时候 还是被他发现 竟然直接挟持了瑞安 之后几人追到一间仓 可没想到这个女人异常的凶猛 就算几人连手也落了下风 更糟糕的是 在胡子男准备开枪将其射杀的时候 另一条人鱼突然出现在她的头顶 然后 眼看着胡子男射杀 瑞安抓起一个物件就赢了上去 可没想到对方走位十分的灵敏 轻松躲过了瑞安的攻击 最后胡子男忍着解雇的拒绝 果断开了一枪才将他们下载 可这两个人鱼也不想就此放弃 他们悄悄地来到海伦的古董殿 找到几根趁手的人家 谢谢大家